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·拜登承諾 將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購買美國商品 啟動國內製造業 一些製造商表示 他們希望拜登加強對買美國貨政策的支持 拜登的買美國貨建議 與包括特朗普總統在內的前幾任總統的建議相呼應 特朗普在他的任期發佈了多個行政命令 以刺激聯邦政府購買更多美國商品 並利用關稅來解決不公平競爭 拜登在競選期間和選舉後的一次演講中表示 他將收緊買美國貨規則 他已經提議聯邦支出4,000億美元 用於支持使用美國產品的基礎設施項目 這些美國產品包括國產鋼鐵 和為抗擊中共病毒大流行的醫務工作者提供的防護裝備 他還建議國會再投入3,000億美元 用於新產品的研究和開發 特朗普總統也力求推動購買美國貨政策 但是一些製造商希望聯邦政府進一步優先考慮他們的產品 關稅促進了一些公司的業務 如國內女製造商 但是同時也提高了一些從國外進口組件和材料的公司的成本 一些製造商表示 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間的供應鏈問題 以及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可能會有助於加強拜登對買美國貨倡議的支持 本身是一部的情報 會有幫助理合約在任何